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明小紅 歡迎收看今集的荷包 這是一個網路直播節目 我們有各式理財相關訊息 如果你對這個話題也感興趣的話 每個禮拜四的中午12點 記得鎖定Yahoo!TV喔 在節目進行中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的聊天室 或是粉絲團發問 我們有可能會回的喔 今天要聊的話題是 網紅是不是真的賺很大 就是在我那個年代啊 就是寫寫部落格而已 然後我們了不起被找去寫專欄 專欄的錢其實是很少的喔 那不像現在 現在大家可以拍影片 然後用點月率賺錢 所以呢有些人會教化妝 有些人是在教什麼啊 減肥嗎 喔有些人把胸部放在桌上 然後呢還會有些人就是 喔我看我有一個人一直吃東西 吃東西給大家看賺錢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呢 是就是非常厲害的YouTuber 他在那個募資網站上 四分鐘募到二十幾萬塊 是不是是不是二十幾萬塊 對超過二十萬塊 對就是窘心人 大家已經看到他了 對不起我不會掌握傑作 歡迎窘心人 大家好我是窘心人 我應該看的這裡 妳要看的 好大家看到我們兩個是不是就很好奇 兩個戴著面具的女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然後 我必須要離個題 因為我昨天說我要請窘心人上節目 很多人一直跟我講 他很瘦他很瘦你要小心 我現在看到他真的瘦得不得了耶 如果現在各位觀眾你覺得我很胖的話 其實是因為他很瘦 對我真的是千古罪了 你三十八公斤吧 不要誤會了 我沒有沒有我差不多現在是四十三公斤 對 可是他很高喔 普通 我們變成兩個女人戴誰 好啦 因為呢 大家看我們兩個一起出現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兩個都要戴面具 其實我覺得戴面具是不是很慘 因為會有很多人說 你就會想紅 你就會想要和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才會戴著面具 想紅才會拿下面具吧 對 沒有 可是想紅 想紅會那個啦 把全部放在桌上 沒有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開始戴面具 因為呢 其實我那時候是開始寫專欄 然後我寫專欄的時候 那個報社叫我交一張資料照片 然後呢 我就想到公司張誠說不能兼差 所以我就想說 天啊 我不能讓大家知道我有在兼差 所以我就交了一張有戴著面具的照片 而且是黑白的 小小的 大概像那個 放在報紙上是黑白的 像大概三點五塊的郵票 那麼大小的一張照片 放在報紙上 我禮拜六見報 禮拜一就有同事問我說 欸 你是不是有在寫稿啊 結果馬上就被發現了 可是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戴著面具 我覺得不是要裝神弄鬼 那你為什麼要戴面具呢 不是 等一下 剛才講完 請問你被發現之後 然後那個工作怎麼樣了 也沒怎樣 我就說低調大家不要講 好 我其實這不算是面具 其實我只是因為戴牙套之後 我覺得我在螢幕上 如果一直被人家看到 我牙套閃閃亮亮的 然後有時候 我前天剛好吃了咖哩 然後牙套就會染色 真的很不好看 會讓人很分心 就是會被吸進去 是 就是 老實說 我有點看到你的牙套 我一直被吸進去 對 你會一直注意我的閃亮亮的牙套 其實只是因為這樣 可是你有拿下來過對不對 很久很久以前 剛剛小編說他想知道 你的人中長怎樣 人中 對 我們都在懷疑你 是不是以前中而病的人 在人中上刻了一個恨 所以不想讓別人看到 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只是遮牙套 其實這個嘴巴是假的 之類的 有一個A比莎問你 總性人你有多高 差不多 166以下 165到166 165.5吧 女生中算高的 那你等一下 剛剛談到 那個是為了遮牙套 那如果牙套拿掉 你會拿掉嗎 現在因為已經戴太久了 拔不掉了 就是沒有台階下 對不對 你突然拿掉又覺得很奇怪 我們兩個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台階下 我前幾天有拿掉過一次 我直播吃牛排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 然後好多人就說 你還是把你戴上去吧 我覺得沒有辦法轉型 聽你講話 可能是落差感太大了 但我也覺得 戴上鬍子 就比較有男女 雌雄莫變 那拿上鬍子之後 好像就很明顯的 那個女性的氣質會出來 所以這個差別很大 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很少網紅 故意要走雌雄莫變的路線 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很多女生 其實當網紅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其實是暴露 我覺得 所以大家都要強調 他的女性特徵 對 可是你是因為一個講失戀的影片 紅起來的對不對 這個影片譬如說去年 那個還好 還好嗎 還好 我最早最早應該是講演聽 你為什麼要打對我們 我們就是故意要看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是不是因為講失戀的影片紅了呢 是 好 我就是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影片 對不起 我很不配合 喂 曾經看到朋友的朋友說過一句話 世界上那麼多人 兩個人能互相喜歡 難道不是一種奇蹟嗎 不管你是談了一場戀愛 然後對方不喜歡你了 還是單戀了很久 最後發現對方喜歡的是別人 其實不用小提大做啊 因為百分之九一九的人都這麼慘 例如你喜歡的類型 是金城武的臉 加克里斯漢斯霧的身材 再加上哆啦A夢的可靠 可惜最後和你結尾連理的人 搞不好只有身材像哆啦A夢而已 但是人真的很奇妙 和哆啦A夢在一起久了 你還真以為這輩子 被哆啦A夢不嫁了 我失戀的痛苦 也因為感情得不到回報 沒有回報的投資 當然就是不要繼續投資啊 都知道虧了 折磨自己對方也回不來 那你到底在幹嘛 傻了嗎你 你覺得這個影片 成功的關鍵在哪裡 只有好笑啊 加上最後有一點 溫暖人心的話語 大概是這種感覺 喔 那你覺得有那個 網友叫Jonesnow 鐵粉 Jonesnow是我的貓 很多人只是為了看它 才追蹤我的專業 天啊 有貓也有可愛的貓也可以耶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世界怎麼了 大家就很不淺啦 沒有啦 可愛的東西大家都喜歡 那他問你當初為什麼 會放棄工程師的工作 來當YouTuber呢 因為比較喜歡創作啊 所以你是真的 我很隨興而做的 工程師的工作 不是應該很高興嗎 就很高興啊 但是要 我是真的很覺得說 薪水高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就不會想再多追求什麼了 比較重視在說 我現在想做什麼 然後我要去實現 因為 人的生命跟時間 其實是最最珍貴的 天啊 我現在講突然好震驚 不好意思 但我認真這樣想 那其實 因為我們今天節目是說 讓大家知道 要怎麼樣可以當一個 網路紅人 那你覺得你的總說書 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可替代性小吧 為什麼 我幾乎每做一系列節目 在中文界就是 以前幾乎都是 沒有人做 或是沒有人把它 給做紅起來 然後我去挑戰的時候 我很明顯就是 我是 心態其實是擺著 喔 沒有人做 那我來做做看搞不好 其他人就會做 然後我就可以看了 我是這樣子的一個 出發的心態 所以 幾乎就是每做一個系列 然後就是 效果都還不錯 都還蠻快就紅起來了 總說書尾當初也是這樣 沒有人做嘛 嗯 那你怎麼會想要上募資平台 因為我覺得上募資平台 有點風險 因為現在網路上 太多不用錢的東西了 大家為什麼會要 你為什麼覺得大家 願意花錢去訂這個東西 因為我 其實算是有一系列過程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實踐 然後我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要賺錢 是不難的 我可以去做很多 劃眾取寵的 好笑點閱率高的影片 但是 如果大家想要看 只是這一類別的東西 那我是活不下去的 因為它沒有給我 帶來業配收入 沒有廣告 然後我跟出版社 其實也要不到什麼錢 那如果大家是想看 我就跟那個特定的族群 我的提的非常明確 你們喜歡這個節目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 我活不下去 我可能得做別的事情 你們還想要我留在這裡的話 那麼 用實質來支持我 欸你真的很大膽 像我就會覺得 大家會不會說 好啊那你就不要留在這裡 有什麼關係 對啊我也是蠻驚訝 結果大多數人回應說 好那我就支持你 你拜託你要把這個節目繼續下去 對 又有一個種子弄的鐵粉問你 是不是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YouTuber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嗎 當然不是啊 那今天我就不是自然醒啊 沒有啦 那你是怎麼醒的呢 沒有啦 就是那個有失的時候 然後早上就有通告的時候 一定就要早起嘛 或是馬上就day line 事情做不完 其實我每天事情都做不完 為什麼 其實我的睡眠時間是很短的 大家會覺得沒有 欸很多人以為沒有工作的人 就是每天都醒醒的 其實沒有欸 我失業以後 我每天好像比以前更忙欸 為什麼啊 對沒錯 創業之後 有自己的失業以後 因為你以前呢是 出賣一個固定的時間段給老闆 但是創業以後就變成 賺的錢都是 是你自己的 而且你可以累積自己的品牌 所以會變得更拼 我的心態是這樣子喔 又有一個網友貼粉問你 你每天拍影片這麼忙 怎麼有時間看書呢 就要擠時間啊 不睡覺要擠時間出來看 那你覺得你要怎麼樣 讓你的讀者願意掏錢 我的讀者他們會覺得 你花好幾個小時 會看到一本雷書 搞不好這樣更浪費時間 但是他花一點點錢 讓我幫他們過例書籍 就是他們很忙 但是我幫他們花時間 去過例書跟選書 所以很難看的你會講嗎 很難看我當然不會講 我就直接過濾掉了 我只講我覺得OK的書 可是看書這種事 不是個人喜好嗎 是很個人喜好 所以他們來支持我 一定前提是 他們相信我的品味嘛 對 所以我也覺得蠻妙 其實有幾種人 有一些人是覺得 他我看的書的品味 不一定跟他們一樣 但是 可是他覺得算長知識嘛 那另外一種就是 很認同我的魅力跟品味 那他就願意掏錢 所以 所以其實書商會給你錢嗎 書商喔 很早期的時候 當我拍第一季的時候 我們大概 每一本書 書商大概就給個幾千塊錢 很少 幾千塊錢的補助費 他們可能就像一本新書 好 就大不了給你五千塊 那後來是 我發現的五千塊 好 經紀公司要抽成 然後我自己其實 真正要看書 加上做節目什麼 兩個禮拜的公司 是少不了的 我收錢還會被當然是業配 那我不如我不要收 那筆錢 但是其實本來就活不下去 後來就變得更活不下去 對啊 其實你是沒有怎麼 沒有在建業配的 我是沒有在靠 我幾乎沒有 我也沒有在靠書賺錢 完全沒有 我想想看喔 因為剛剛那個 外面舉起牌子叫我 談自己哪篇文章最深熱議 那我想了一下 我文章其實幾乎都差不多 我最近可能是因為 寫婆婆的壞話 所以比較多媳婦在看 可是我多年以前 我好像第一次開始流量破表 然後常常一堆吸引一堆人上 其實你要吸引人 要被罵有可能 有的人是上去為了要罵你 因為你的要付錢 大家就不會為了要罵你而付錢 可是我那個是部落格 不用付錢的 所以我當初寫了一篇說我建議 不是說我建議 我那時候的男朋友教我說 男生其實是可以坐著尿尿的 坐著尿尿馬桶就不會很臭 對不對 其實家裡有男生馬桶就會很臭 我以為這算現在的嘗試 如果你是用坐著馬桶的話 大家都要一起配合 就是坐著 對啊 我就這樣寫 然後就引起很多人 上我部落格去罵我 然後還有說我簽書會 他還說他要到現場去鬧場 到底是多想站著尿尿 對 我就想說 那你就站著尿尿啊 他就說 因為我告訴你 他生氣的理由是 他的女友拿那個文章說 你看小洪說可以坐著尿尿耶 然後他們就覺得 坐著尿尿的男性 自尊整個都喪失了 然後就一堆人上 對自尊的定義不太一樣 對啊 明明乾乾淨淨 如果你在乾淨淨的環境下 不是更有自尊嗎 對啊 沒錯啊 那其實你最受歡迎的影片 不是剛剛那個對不對 你剛剛跟我講說 你是寫冰雪芹 是很久以前的影評 對 是多少點閱率 你告訴大家 現在應該有98塊100 我很久沒去看了 天啊 好可怕喔 為什麼那影片在講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大家喜歡看 因為那是最早出現 在YouTube上面出現的 中文點評影片 而且正好點評到了一部 很熱門的電影 嗯 就算是跟風吧 我那算是我少數了幾個 跟到風潮的影片 喔 陳玉瑞問你 炯炯有考慮過要自己出書嗎 我覺得 我不擅長寫很多很多的文章 合起來 可能叫我寫單篇的文章還可以 但是叫我寫一系列的文章 有點難 天啊 有一個人問了一個 好尷尬的問題喔 他問你 翟安問你有沒有看過我的書 這種問題我都不敢問 因為顯然是沒有 算了啦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我有看你的部落格 但是你的書 沒有關係 為什麼有人問這種問題 網友鐵粉問說 想知道你每天的時間都怎麼分配 對啊 當一個自由工作者 賺的錢還比別人多 你每天的時間是怎麼分配的 每天的時間怎麼分配 其實一定會有行程表 然後行程表是多到 亂到自己都有點記不清 還要不要讓別人來記我的行程 就是會先記幾個優先事項 其實我不太會去分配固定的時間要做什麼 一定要做好的是收了錢 然後答應我的募資專案要達成的事項 然後其次大概就是商案 跟別人有簽合約的部分 然後再其次就才是那個 無聊 我可能拓展自己的事業 需要做好玩的東西 那你會去看別的Youtuber的影片嗎 偶爾會吧 你們都看哪一類的 哪一類的 其實我什麼類型都看 像是我最近還蠻喜歡看台客劇場 他就講環境環保的東西 天啊 你是個好認真嚴謹的人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就像我做什麼事情 都想要有一個目的 像我小時候 我學生時代 我聽歌 我只聽外文歌 不是我從洋美外 因為我覺得那可以練英文 我不是聽英文歌 就是聽日文歌 因為那幫助我的聽力 可是如果只要純欣賞音樂 我就會覺得 覺得好像 我浪費那個 我的興趣 去做了一件好像也沒有多大幫助的事 天啊 我很功利主義 你覺得你自己算 無心插流出來的人嗎 嗯 只是很想 就是小時候其實過得不太好 然後有想過自己 一定有一天要過得 過上好的生活 要出人頭地 有很強烈的這樣的願望 天啊 我覺得每一個 那個過分努力的人 好像都有 一個段悲慘的過程 不是因為小時候一直搬家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應該要買房子 就是小時候 可是大家看我們兩個這樣子 YC牛爸的樣子 一定沒有 不過我們兩個這麼認真 這麼認真 這麼認真嚴謹吧 那所以呢 那個什麼 那你覺得要 你覺得大家都可以 成為一個YouTuber嗎 要有什麼條件 當YouTuber很簡單啊 因為我以YouTuber大使的身份 來跟各位宣導 你有一個手機 或是你不要手機 你錄音 上傳一段影片 上YouTube 你就是一個YouTuber 只是要當賺錢的YouTuber有點難 可是那你覺得要試多久呢 因為我遇過很多人 他可能上傳五個影片 都沒有什麼人看 可是前五個正常沒有人看嗎 他就灰心了 他就覺得 天啊好難喔 我不要了 你自己是適了幾個 你才有今天的地位 我是運氣比較差 就是在開始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連YouTube可以賺錢都不知道 這樣子兩年多 我都沒有 一毛錢都沒有賺 兩年多 而且我還只是為了自己喜歡 一直持續的創作時間 可是因為你有工作啊 那你會看到近一年 因為Google公司 他有給比較多資源給創作者 那你只要有一點點 過了一條門檻之後 他就會去培訓你啊 促進你們的合作啊 所以讓你們訂閱率 或是廣告費都上升得很快 所以現在真的蠻簡單的 現在有很多那種 三個月以內就爆紅的 那我當年是 我覺得我算是拼了蠻久的 那我問你 會不會覺得爆紅的人 其實很容易走下坡 我自己覺得 突然 我那時候很羨慕爆紅的人 我也是耕耘了非常非常的久 可是 那時候常常有人 一下子就起來了 比如說 周哥 你會覺得爆紅的人 好像很容易就 突然之間就想 當然有可能是他自己不想 可是 在我看來 我覺得有很多爆紅的人 一下子就沒有了 你覺得呢 你覺得爆紅是一件好事嗎 如果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他當然是越快爆紅越好 可是 有些人他可能 他的那個 底韻並不是那麼深厚 然後 因為一些運氣 讓他急速爆紅 那為他性癌的大量觀眾 可能會讓他的一個 就是臨時大的什麼鳥都有 會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扛不住 因此突然性格啊 什麼之外 就沒有辦法很好的對應他 所以 就走下坡了 但是有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不一定的 都看人 跟你講話 我覺得我應該是沈春華耶 你就是上那種節目的人啊 天啊 這是一個很隨便的節目 對 這是一個很隨便的節目 你不要這樣 現在很流行直播 你對直播有什麼看法 你對直播 好吧 你說對直播賺錢 有什麼看法好了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賺錢的節目 嗯 好 直播 你是說哪一種類直播 現在有很多手機直播 就一漏奶啊 一就跟大家打招呼 就會到家抖內這樣子 對 你覺得這種直播怎麼樣 我覺得各取所需啊 嗯 對 像我們這樣子的直播的話 就可能 大多數小朋友都會覺得很無聊 就轉台吧 對 其實我也覺得 看你愛看什麼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願意花錢給那些看來的人 實在是很奇怪 不會覺得奇怪耶 真的嗎 沒有奶看 只好 只好在手機上看奶啊 那正常的直播呢 你會看誰的直播嗎 我會看 我認識的人的直播 會看一下他們在講什麼 了解他們的近況 比較多是在了解朋友的近況 那再來就是 我很喜歡講很多話的直播 像 其實你的直播我會看 唐老師的直播 我會看 可是很多直播不講話都在幹嘛 吃東西吧 可是我覺得吃東西直播好減壓喔 我有一天看到 人家吃了八個粽子 以後 又吃了一個大蛋糕 天啊 我回人生都沒有壓力了 我在雲端耶 你不覺得那個直播很好看嗎 嗯 好啦你不覺得 因為你的人生比較有目的性 好吧 那網友love問你 你的影片有先寫講稿嗎 當然有啊 不然怎麼連續講那麼多話 但你都不用偷看稿 因為我講的話都很不口語化 他沒有發現嗎 對 可是我沒有看過你在偷看稿 喔 因為要先背一段 天啊 所以你背得起來 所以他會有明顯的切割 一段一段背 最近有提字機好一點 但提字機的速度 一直跟不上我講話的速度 所以隔一段時間 還是要再切掉 然後再錄一次 很多人在cue我們兩個人換面具 可以嗎 嗯 我怕大家會陷入混亂 我在看我的經紀人 我的經紀人搖頭了 而且我告訴你 我必須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不能換面具呢 因為那個 老師說 我有天跟唐老師在議論你 所謂的議論我們只是在講 然後唐老師就說 你看過窘心人本人嗎 我說沒有耶 他說你知道他的那個鬍子 非常的小嗎 我說怎麼可能 那鬍子蓋出他的大半個臉耶 他說沒有 因為他很瘦很瘦很瘦 所以他那個鬍子 如果在我的臉上 他可能只能貼到我的人桌上 但就這樣子而已 暴露的面具太多了 所以我經紀人說我不可以換 所以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 鄭晴天想聽你 為什麼大家叫你炯炯啊 就比較輕易一點啊 你會不會覺得害羞 總比叫什麼阿炯啊 炯妹啊 炯妹啊 炯妹好像更 炯妹好像更 炯妹感覺好像應該要露奶 什麼妹感覺好像都應該要 把他送回到桌上 好啦 那炯姐你的金錢觀 金錢是怎麼使用的呢 或存錢的方式是怎樣 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基本上買什麼基金 買什麼股票 他馬上就會 第二天就變綠色的 那你買了什麼呢 對你們還是可以聽我買了什麼 然後千萬不要去買那一檔 然後是時候進場了這樣 所以你現在都就是存存錢就對了 我有再買一點外匯 但是還沒有賺過 外匯 那你知道大佛這個人吧 不清楚 天啊他在那對面耶 對不起 你真的太大膽了 我沒有在關心財經這個東西 看一看然後研究了一下 我有看書 就也不太沒有那根筋啦 沒關係我們都會準備進外匯單元 所以你待會就可以跟著大家一起看一下 很多網友說你超清新 網友多啦A夢問你 總大平常會看漫畫嗎 會從漫畫得到靈感嗎 或是有沒有推薦的漫畫 小時候看比較多吧 現在已經快要兩年多沒有看漫畫了 因為已經有點難融入當時那個角色的心境了 天啊你看說還要融入角色心境就對了 對就是看了之後覺得沒有什麼的話 那我也許會看一些更感動我的東西 好吧那最後一個問題 你要不要給很想當網路紅人的人 一個建議 你覺得他們應該要有怎麼樣的心理準備 嗯好我每次都會給一樣的建議 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紅 想要當紅人 而去選擇做一件事情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爭執不久 你到時候做的也不會開心 先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然後再持之以恆 不要管別人怎麼做 你的觀眾反應怎麼樣 這樣你才可以做得久 然後又做得開心 沒有剛剛外面舉個牌子 叫我們寫回答網友問題 那你要回答這個人寫 九星人超清新 要怎麼回答 我不知道他是指哪裡 鬍子的部分嗎 最近有洗過鬍子 而且做了很多新的鬍子 網友有沒有人問問題啊 小編你用講的好了 你打字太慢了 有沒有人問問題啊 大家都說想要看九大帶鼻子 大家都很想看 你願意帶鼻子嗎 這個 我們那個 他不願意 對 時間有點緊迫 他不太方便啦 大家不要這樣逼他 而且我的鼻子帶他臉上會很大 不會不會 我看起來是還好 他臉超小 其實我近看也覺得 你的臉沒有螢幕上 看起來那麼 怎麼講 因為你是在螢幕上 看起來臉很大嗎 不是看起來臉很大 但是真的長得不一樣 為什麼我現在覺得 真的是不一樣 是齁 還有沒有人問有什麼問題呢 我是說不當Youtuber之後 要當什麼 你要當什麼 你如果不當Youtuber 你要當什麼 去經營科技公司 所以你想要賺一筆 然後開公司 我現在已經有公司了 你有什麼公司 我有 我的公司主要是 就是經營你自己 對 要不然每個月收那麼多錢 實在是 開銷又大 我開銷也很大 我好受不了一個人 很平淡的說 每個月收那麼多錢 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起 好像說了不該說的 其實只是因為有團隊 想說給員工加個勞健保 這樣比較好 所以其實你的說書單元 並不是你自己完成的 你是有一個團隊 沒有我還是自己在做 但是團隊會幫我寄公關書 處理一些雜物 幫我回信 回經營社群 但是我所有的作品 都是我自己做的 對 其實我覺得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這樣一個人起來 其實有很多品質很好的東西 很難靠一個人完成 其實是要很多人去幫忙的 對啊 就是花多少錢有多少品質 這個是蠻實際的 網友 那我剛剛有Apple AP問你 你真的有每本書都認真看完嗎 那你真的有看完我每次的影片嗎 我是不是嗆到了 我肯定是看完啦 對啊 所以呢 那你到底有沒有認真看完每本書 好啦 我承認有些書 它中間可能有舉個大量的例子 和那個我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的東西 我會跳過 但是我真的每本書都翻完了 而且我一定會看第二遍 才能有辦法寫劇本 沒有 可是我必須要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像你這樣子的工作內容 你真的很難 把每一本書 像我們以前 看書當休閒 把每一本書認真的看完 我覺得 你有時候會很想要知道一些關鍵的東西 因為你要講的其實是一些關鍵 對 所以現在是能找到一本 讓自己沉迷其中的書很難得 那種書的話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都一定要推薦給我的讀者 好了 Apple希望你以後 把窘大的每一個學者都認真看完 好了 謝謝謝謝窘信仁 我們接下來的今晚會單位員 希望你就先來看一下外匯單元 外匯是很值得 大家細細看的喔 好 那你趕快下去啊 趕快下去 大佛要關進來了 趕快下去啊 天哪 有一個大佛 嘿 對窘信仁不認識你 你有什麼感覺 正常啊 沒關係 新的世代總是 慢慢開始研究投資之後 會發現 跟原本的社群是不同的 像是我自己有在看書的時候 其實距離現在 比較多看的是財經書 但是過去再看 不管是你說 像學院小說 或者是一般的人文書也好 其實那時候跟現在 看的作者 跟方向也會有差 你好 反正我們沒有想聽這個 我只是想說 你真的什麼都能聊耶 聊外匯 聊外匯 我們要聽外匯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的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 其實今天台幣表現蠻強勢的喔 今天應該說說錯了 是日幣表現 日幣 走跌 但是美元表現蠻強勢的 耶 今天呢 美元對台幣大概盤中 來到30.5左右 那其實大概是 進一個多月來的新高 那我們現在的看法 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天有美元需求的話 那之前 簡單簡單的做法是 因為你知道美元 之前我們在五月多的時候 跟大家講 大概一美元 大概換30塊台幣左右 那這時候就是比較好的分批換的點 那如果那時候有換的話 那現在30.5左右 應該是有一些獲利 那可是這時候呢 就是加碼的好機會了 因為 我們大概講投資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如果你一進去投資 馬上虧錢了 那我會告訴你 那就不要再投資 因為你投資 馬上就虧損了 表示你可能第一個 價位不好 第二個呢 可能趨勢抓不到 那這兩個都不構成 我們在買它的原因 等一下 那像窘心人 他說他買什麼就賠什麼 你會覺得是因為沒有做功課 還是他純粹 我以今天來看 通常是今天 功課做得不夠 很少純粹的人 因為其實 市場是這樣 因為大家有時候是一頭熱 這樣大家覺得 日幣很便宜 我們趕快買很多日幣 可是 便宜永遠有更便宜的時候 所以變成對 你有時候你買的 未必是在最便宜的時候 那如果你要出去玩 把它花掉 那就要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是要投資的 那越來越便宜 當然就是虧損了 這時候就不建議買 可是有時候像我們在 比較有計劃性投資 在說 五月初可以先佈局一些美元 那時候一比三十 到現在已經有賺錢了 那現在 如果你可以再加碼一些 那即使它接下來有回檔 可能回到一比三十點三 三十點二 那你還是有賺錢 那這時候你乾脆就 互預料結出場 你無論如何是不會虧損的 那這樣的投資方式 因為第一個 配合趨勢 第二個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策略 然後降低你投資的風險 這樣的情況就可以幫助 我們大家投資的獲利的機會比較高 那我也有認識 怎麼買怎麼虧的 但是其實那真的是少數 那我們通常就是叫它 股市明燈或會市明燈 有時候充滿了利多 你一買馬上轉折 但是這樣的可能性其實不太高 ZT問你第一筆投資如何下手 第一筆投資如何下手 如果是在外匯上的話 我會比較簡單的方式是 以美元為主 但是呢 而且比較多 因為為什麼都這樣 因為其實美元 不管我們在台灣 你很多東西可以用 第一個你買了美元 有很多美元基價的商品可以投資 美元基價的保單 那同時它也是換匯的時候 成本最低的貨幣 所以呢 第一個我會建議你可以試試看用美元 那而且呢 但是一樣部位比較高 如果你是從沒有投資過的 你可能就是美元定存 可能假設500塊美元也好 1000萬美元也好 因為1000萬美元其實就是 3萬塊台幣也不是很少 那如果你第一次投資 你就買一點點 那如果有賺錢呢 例如說你又有放這個定存 有賺錢的不用多 1.2%也好 如果是3萬1.2%也六七百塊 那其實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開始有第一筆獲利在賺錢 對 用這個方式會比較簡單 而且門檻也低 對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就是因為一直被你那個洗腦 所以我就像你剛剛說 我好像在五月多的時候 我就去買了美元 對啊 所以你剛剛說現在賺了我好開心 對 因為我沒有一直盯著看 對啊 其實投資會幣有個好處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在操作 如果你用比較短線進出 那放大槓桿的話 有時候損應會比較大 但是其實以美人來說 一天的上下波動 可能了不起就1% 2% 那你放了一個月 了不起就是3% 那你跟股票來說 股票可能一天上下就是3% 對 所以比較起來 投資外匯 你不用花很多時間 長時間去盯盤 尤其是用定存的方式 只要你高到一個趨勢 其實你現在不用管它 其實你也不會虧到什麼錢 紐幣是不是一個很 正思思問你 紐幣會升值嗎 其實紐幣比較起來 因為這個有一個概念 我很想聽見有人在 做紐幣嗎 對 沒錯 因為其實紐西蘭幣以前很紅 因為紐西蘭有什麼 紐西蘭有大量的 牛 羊 牛 羊 豬不曉得有沒有 然後還有農產品很多的 其實紐西蘭經濟一直都不錯 而且那邊還滿友善 也是同時 他們的經濟政策什麼都還不錯 最重要的是它利息滿高的 所以其實台灣前陣子很流行 大概幾年前很流行投資紐幣 但是現在比較少 是因為紐幣利息最近比較低 沒有澳幣 如果在紐西蘭當地是比澳幣高 但是在台灣或者是在銀行裡面 可能像是人民幣 澳幣的會利息比較高 那會不會升值呢 我認為 現在看起來趨勢還可以 但是我不會建議你買太多 最主要原因是 其實相對於澳幣來說 紐西蘭因為最近 他們的經濟的前景 雖然是還不錯 但他們是經濟體質比較小的國家 有時候呢 它的波動性會比較高 那像澳洲 它的波動性就會低一點 因為它經濟體夠大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要以投資長期 那又要以這個 比如說保本的方式求穩定的話 我認為澳幣會好 比紐幣好一點點 但是紐幣也可以投資 但是不要多 可能最多10%左右就好 剛好有如如問你澳幣還會再低嗎 我認為就是 現在剛好近一年半來說 澳幣 如果澳幣對台幣的話 大概是22到25之間 所以呢 但是現在的價格大概是23.3 所以現在大概就在平均價 那比平均價便宜一點點 那會不會再低 我認為它就是整理 那你現在買的話 稍微再一點便宜 但是可能就是再跌破22塊 越接近22塊 會是一年半 越好的買點 那所以你可能 如果你要買便宜的話 要等一下 那如果你現在買 其實算還可以啦 因為比平均價便宜一點點嘛 對 所以我也覺得 現在可能還是 還不錯的投資機會 比澳幣來說 如如如現在還不錯 但還可以再低一點喔 那鐵粉問你 聽說台幣上半年 漲勢差不多告終了 上半年都已經結束了 對啊 所以因為上半年 這個是 因為上半年結束了嘛 所以漲勢也告終 這很合理 那只是呢 我簡單一點說 那目前看起來 雖然台股還蠻強 我們一直有跟大家講的概念 就是因為 台灣是比較小的經濟體 那尤其股市 很容易收到外來的資金進來 把股市衝高 那股市好的時候 外資也會想要進來投資 所以在股市很好的時候 通常台幣不會太弱勢 那不過現在呢 台股就是 一直漲一直漲之後 有點回檔 那所以順勢 台幣也回檔了 那如果接下來 我的想法是 如果接下來 台股還很強的話 那就很難說 台幣要扁到哪邊去 可是如果接下來 台股還轉弱 甚至是 跌破萬點的話 那台幣跌的幅度 跟機會都會比較大 那所以 如果你認為 你覺得台幣要重扁 第一個觀察指標 就是看接下來 台股會不會有修正幅度比較大 那如果台股也跌比較深 那我可以跟你講 那台幣接下來 變成的空間是大滿多的 對 大概 康姆問你 暑假適不適合換日幣 你會說你要去日本就換對不對 我這麼說好了 因為暑假太長了 有兩個月嘛 那我怎麼知道你是今天換 還是九月八月底換 所以我很難 很明白告訴你 暑假適不適合換日幣 但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暑假 有想要出國旅遊去日本玩 甚至是你可能像我一樣 我十月要去拜到 那如果假設是 你要現在換 等到十月九月的時候 要出發的話 現在換還不錯 因為其實現在大概 日幣對台幣大概0.27左右 那你說有沒有到0.26 0.25的機會 我認為是有的 但是至少你現在換 也是近一個多月來的低點了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可以換一些 那不用太多 你可能換兩三成左右就好 因為目前看起來 這個日幣還有貶值空間 那可是有一點很重要 我們剛剛說 台幣也稍微變弱了嘛 那有可能日幣跌 那台幣跌更多 那怎麼辦 那這樣的情況下 日幣就不會太便宜 對 那所以解決方法一樣 還是分幣換 那現在先換個兩三成 那如果接下來日幣 變得幅度比台幣快 那我們可能例如說 七月底八月底 再換身價的部位 你可以占到一點便宜 但即使沒有 你現在也換到還算便宜的日幣了嘛 反正投資就是不要縮了 就一份一份 對不用說它 你慢慢買 因為其實時間都還很長 除非是你明天就要出國 對 那沒辦法 你就非得說它不可 那那個Cat何問你 人民幣可以做什麼投資呢 人民幣可以做投資蠻多的耶 因為其實一般投資最簡單 人民幣定存嘛 但其實台灣還蠻多 人民幣計價基金 跟投資商品的 那我會這麼說 如果你不了解 這是什麼商品 尤其是它跟股市掛鉤幅度大的話 可能就不要佈局太多 海底定存為主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中國股市 他們的波動率比較大 有時候一天跌個3%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有時候資金進去 你覺得你投資中國股市 就是看起來好像前進不錯 當然它的本質是不錯的 但是不一定馬上會漲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 比較保守型的投資人 還是以定存為主 因為其實定存 列舉起來也還可以 那以人民幣計價的 不管是股市 或其他商品 投資者不會不要太多就好 那個要問你 南非幣的走向 它的名字到底叫什麼 這個不好念 溫...方...方...方... 對 溫方方 對,好,OK 那南非幣的走向 其實現在 如果你以南非幣對台幣來說 是比較複雜一點 嗯 最主要原因是呢 最近... 最近有一個特點 很特別 有比較奇怪 最近跟原物料有關的商品 的貨幣表現比較弱 像是澳幣 就是轉強後 昨天也轉弱了 那那個南非幣也是 就比較弱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怎麼說 大概是震盪走變的就會比較大 那你要說要到哪個價位 我會說啦 大概就是 以美元對人民幣來說 大概是12.8到13.3中間 整理一下 大概近一個月段 這個價位整理 那到時候有新的突破 再跟大家解釋 OK 要換安格斯上場了嗎 對,我剛剛在想說 你還記得 你今天要講安格斯 我當然記得喔 怎麼都不記得 我們提到安格斯 快點Q他來 哈囉,詹音小紅 還有現場朋友 大家好,歡迎收看 近期的荷包 我是欣欣教授安格斯 近年來,尤其進入7月份 看到很多新聞 講到台灣的貧富差距之大 其實這一切都由於近十幾年來 收入都沒有什麼增加 勞資雙方也都各自沒有什麼賺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投資顯得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們要告訴大家 7月10號到7月16號 起步最大的這個星座 而這個星座呢 是雙子座 雙子座正好就是在投資方面 其實呢 這一週聽到的訊息啊 雙子座都不要輕易的去嘗試 因為雙子座在投資部分 會有一些掌握不住的狀況 聽到訊息也常常是錯誤的啊 所以記得雙子座 除非你有非常好的這種財經頭腦 不要隨便把自己的錢 莫名其妙的投出去 這一週不容易回收 這週呢 第二個上榜的星座是天蠍座 我們說運氣啊 來得好不如來得巧 這一週的天蠍座呢 在財運部分 可以說是事無破竹啊 所以呢 跟剛剛前面的雙子座 不一樣的是 天蠍座要盡其所能的 利用自己的第六感 去做投資的動作 你覺得突然看了一個新聞 哪支股票該買 哪個房地產可以下手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投資 哪怕是買個彩券 利用自己的靈感天蠍座 可以在這一週 可以得到很正面的收入 你的荷包就可以滿滿的 接下來上榜的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 一向很愛交朋友 所以呢 交朋友這件事不用提醒你 但有時候射手座會有點懶惰啊 那這關係到你接下來的一週 由於交際貴人運特別好 所以有時候下班之後 射手座會覺得非常的累 累怎麼辦呢 如果有朋友的邀約 有工作上的邀約 你還是要去 因為在這之中呢 藏了很多能製造你金錢的貴人啊 無論是接下來呢 事業上合作夥伴 或是帶給你工作case 機會的人啊 都會在裡面出現 所以射手座 用盡你接下來的一週 盡量去交際應酬吧 要休息等到之後再說 而第四個上榜的星座是牡羊座 牡羊座我們要先從健康的問題下手 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它容易影響你的運勢的好與壞 那牡羊座呢 這一週會因為脾氣暴躁 以及另外一件是運動與交通傷害 這要特別的注意啊 那牡羊座如果沒有一個好身體的時候 它會造成這一週呢 心情有點起伏 以至於在對人說話做事啊 都顯得有點心浮氣躁 也容易得罪人啊 那記得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你的工作上 就會造成團隊的績效變差 純粹如果是因為你的心情 那麼牡羊座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先整頓好 保持一個快樂的態度 第五個上榜的星座是處女座啊 處女座呢在這一週很專心做正事的時候 總是會突然冒出一些雜事 或者是你的同事朋友們啊 需要你的幫忙 這個感覺就像是你在KTV唱歌的時候 突然有人在旁邊一直出噪音 或者是有人按照喀哥 你會覺得心情超不爽的啊 可是我們告訴處女座呢 這一週其實呢 調整心情不是大事 真正的大事是你要處理好 你的長官關係啊 處女座由於這一週會有跟長官呢 有一些意見不同而失去理解的狀況 所以記得只要take care好 對你有利的長官 那如果你還在讀書 那也就是你的老師們 我們告訴你的是 處理好他們 你們這一週可以過得非常的順利 大家都想環遊世界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靠理財 提早完成夢想呢 絕對不是利用高門運讀喔 想要提早存好環遊世界基金 下個禮拜記得收看晉級的荷包 拜拜 那這次方人的話我覺得是比較適合你 距離現在有一千兩百 發現了 這也是台灣最早發現的一個黃金家 你真的很喜歡他們 真的不好意思 所有約病人員都不能再用 預算都被砍掉了 全票一張 謝謝 一千九百歲啊 全票一張 全票一張 陳姐 可是 我們沒有辦法付你薪水 薪水 不是問題 人生下半場 更要追求收益成長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來 我們到那邊去喔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錢影響樂公開說明書 YAHOO